哈喽大家好我是殷少 这期视频呢就是给大家讲解我今天这个妆是怎么画的 是不是那种小狼狗的感觉 但其实是今天 现在早上在装修 别让我说话大家能听听 反正就是呢今天呢我陪穆哥去奥森那边又去拍向尔葵 然后呢我打算曾拍几张 但是感觉今天这个画风不太对 感觉不是要去拍照的妆 因为那种小奶狗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最后画完变成小狼狗的感觉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妆感兴趣呢就可以接着看下去啦 然后现在我们回归素颜状态 好现在是我画完底妆那样子 请大家不要害怕 我这样你们一定会觉得哪奇怪 是因为我没有眉毛 对我就是没有眉毛的 然后现在第一步上侧影 侧影呢咱们今天要上两遍 然后一遍是哑光的一遍是珠光的 因为今天要蹭拍几张照片嘛 所以我还是想让我的脸上有一定点光泽 而不是一个全哑光的感觉 我想把自己轮廓打的比较立体一点 就是比较硬朗一点 所以呢我要选择在我这个本身有点凹天的地方加重它 这是第一遍哑光的侧影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出这个轮廓很明显 然后我今天还要再上一遍那种 在上面带点金属光泽的 所以我要用这个斯芙兰这个彩妆盘 所以我假设在用之前这个斯芙兰彩妆盘 用它这个带金属光泽的这个骨铜色 然后再加重一下 让整个脸比较有光度 腮红我也直接选的是这一块 今天因为不想让那个腮红看起来特别重 主要就是一个提亮血色的感觉 颧骨的这一块 然后柔和一下这个修容的边界 然后鳄头也可以带一点点 要说就是它这一整盘其实是不怎么上色的 就是完全没有什么颜色可以 所以不用担心画得特别重手 然后重点是画眉毛 眉毛我打算走一个比较灵力的路线 用眉笔打完轮廓之后呢 再用这个深冬色加强一下这个 平补一下眉毛的空隙 然后加重眉毛的颜色 这不用画得特别的死板 就是有一点笔触的感觉 这样会更加的自然 就如果你整个眉毛都填的特别死的话 就会感觉就是死疙瘩眼 用浅棕色 就眉粉下面的浅棕色 然后预染一下眉头 这样会更加的自然 就是画出那个小三角区 就是这一块 然后大家见识一下眉毛的重要性 这边是画好眉毛的 证明是不是很工气很帅 然后这边就没有眉毛 所以证明眉毛还是很重要的 大家不要像我一样随便剃眉毛 把眉毛剃光 然后导致它现在有点长不出型来了 所以我导致就是一掌上把它剃掉 一掌上把它剃掉 然后不剃我就特别难受 然后我现在马上把这边的眉毛画好 现在两个眉毛都画完了 我知道有一点点不对称 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你知道凭空在没有的地方 变出两根一模一样 对称的眉毛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呢 这应该是我毕生眼镜的希望吧 然后眉毛画完呢 咱们就画点鼻测影 还是这个老产品 Mac的Omega 加种一下三角区 加种一下眼窝 再种一下鼻头 人中 下巴 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 如果说是你鼻头大的话 应该怎么打鼻测影 我之前试过就是不连下来 只打这块跟鼻头这块 但是就是照照片什么的 就是很奇怪 就是这块有两个黑黑的 然后鼻头只是你个人感觉上变小了 但是真的一拍照的话 它还是就是很不自然 这两个黑黑的东西在那 所以现在我基本上不敢在这边打鼻测影了 就会有那种黑黑的东西在 然后但是你如果看 我就是这种侧面 侧面看的话 然后鼻子还好 但是一到这边的话 就觉得鼻子特别的 鼻子特别大 很难知道它怎么弄 好 现在是该打的测影什么都操完了 然后咱们就上眼影 眼影 今天我参考的是 我参考的是穆紫阳的这一张照片 这张这种这种眼影 然后它就是那种棕色 然后有种小小小小的眼区 然后眼外有个上条嘛 然后今天打算尝试一下这个眼影 这个这种这种眼眼的画法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效果出来 还是这一盘肤色打个底 这个浅棕色 晕染一下刷眼皮上面这个范围 加深一下你的眼睛的轮廓 我感觉穆紫阳这个妆 有点那种厌世的感觉 很高级很小狼狗的感觉 下眼影也要上一遍 就是很适合这种有黑眼圈的这个照片 就是我觉得杨哥吧 杨哥他老一种那种 时时刻刻都睡不醒的状态 然后再配上这种眼妆 就感觉就那种特别撩 然后现在我整个的眼睛 就是这种熬了三天夜的感觉 然后可以稍微在照点之前的 那个肤色的眼影 晕染一下这个边界 然后也把它小一点的刷子 然后占这个深蹬紫 主要晕染是刷眼皮里面这一块 我以前就是我日常化眼妆 基本上不会晕染到 整个眼皮的范围 我基本上都是晕染后半截 已经很久没有化这种小烟熏了 要时不时的注意一下晕染 关键眼尾要再加深一点 眼影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了 然后这是睁眼的效果 就是鼻眼的效果 再加一点点黑色 再加一点点黑色 可能大家手头都会有一个黑色眼影的 随便大家找一个黑色的眼影 预染一下这个睫毛根部 就OK了 现在感觉这个妆特别像全这龙仿妆那期的妆 好像没什么区别 最后的最后拿这个深蹬紫的眼线笔 再加强一下下眼线 我觉得就OK了 眼头这一块 稍微的来这么一个小余号 然后也就像我这两边的眼睛的眼线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这边眼睛可以通过这种小余号的话 来拉长点这个眼角的形状 然后视觉上 调整一下两边的眼型 然后这边呢就不要再往外拉了 就是 眼中内不就好 稍稍越染 嗯 对焦 对焦 然后稍稍越染一下 眼妆这样就OK了 然后一会我稍微大致性的眼 美瞳就不会显得眼白这么的突兀了 现在看起来还有点太凶了感觉 我搭配这个眼妆呢 我的唇妆就不能太过的浓艳 然后外加今天我是想画那种偏男妆的那种感觉 是我刚才用唇线打了一圈 然后把那个文底液什么都擦掉了 能看出我这个胎记影响就是肤色不均 所以呢我现在先是要用一个就是豆沙色 嗯 豆沙色这个是季凡希的103 从这个口红的长度就知道我有多爱用它了 就是先用这个 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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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它大致的上 颜色肯定会比较鲜艳 然后待会我们再来处理细节 大致上完之后呢 用纯刷 把它刷得 薄一些 然后 和抹镜 然后用纸巾 把整个口红的肤色压掉 然后咬掉之后用MAC的这根 真的是赤土色 这个颜色 然后用不要直接上 也是用唇刷 用这根加深一下嘴角呀 还有这个唇中的位置 然后也可以稍微束着化一点点 就是更加那种 自然的春纹的感觉 我个人感觉这种唇色就看着比较的 没那么浓艳 然后看着也比较的自然 最后的最后 作为要拍照怎么能少了点高光呢 我就是最后的猜想起来上高光 其实 还是这个高光 然后 在我想提亮的颧骨上 鼻尖的提亮用这个偏白一点 有点偏紫光的感觉比较奇怪 鼻梁 然后鼻尖 河头 下巴 然后整个装面就完成了 然后最后再把美瞳啊 还有发型东西啊 然后衣服换一换就OK啦 就会回到我开头的那个样子 反正如果你喜欢这片的话 你关注我 然后在哪边我也忘了 然后呢收藏啊 投币啊 然后点赞啊之类的 好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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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热啊 白起白起 很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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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那个头吧 好热啊 好热啊 主要是公布好热啊 就是手跟上 快往那里找姿势 可以了 应该叫 咚咚咚咚咚